綠島在1990年 尤其是在1998年 整個港區擴建以後 遊客變得非常非常多 可以說那個時代 有一點點失控的那種概念 因為綠島就是自己的故鄉 在看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慢慢就會發現說 其實第一個它是需要改變的 第二個它不是無藥可救 想要改變拯救的地方 是自己的家 53歲的趙仁芳 是台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總幹事 同時也是一手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教授 長期關注台東生態文化與觀光發展 因為我阿嬤是綠島人 是這條街上的人 她所有的東西 生活的方式 她講的話 講的故事 都是綠島的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這些東西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保存下來 因為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1937年12月的時候 那個胡佛總統浩 在我們綠島的地方擱淺 這幾根梁柱就是當時船上的木材 它是保存過去綠島老屋子的建築的一個格局 真的不容易 因為沒有幾間呢 綠島街上的傳統老挫 漸漸的被民宿淹沒 但守護兒時的記憶 趙仁芳不想放棄 對地方 生態也好 文化也好 長久發展 有注意的東西 那絕對不是我們少數人在做的 而是大家都要一起來 它可能跟漁業有關 所以當時它可能跟農業有關 我們如何去把它結合 把它保存下來 這是我們下一個挑戰 接下來文化保存的任務挑戰 就從一顆花生開始 花這個種子它就會掉在下面 在土裡面我們就拔起來 花生是綠島傳統農作物 但隨著觀光業興起 願意種花生的人越來越少了 早期這邊的飲食食物不多 所以就會以花生來當主要蛋白質的來源 藥果的人都叫萬因糕 然後要曬很久 產量現在又少 就是比較感慨的就是 沒有人再繼續接續的這個做下去 所以我們就跟當地的奶奶他們學習 如何把這個產業再種回來 有這綿密口感 散發濃濃花生香氣的花生豆腐 是綠島早期餐桌上的主食 花生在綠島的婚俗文化中 更扮演了關鍵角色 提青的時候沒有花生糖 我想那個女生家長會把你隔在門外 花生糖要切成菱形喔 這麼長 在那個霞拿裡面這樣子排 然後疊起來疊得越高越漂亮 女方家會越開心 這是綠島特有的聘禮 農作和文化 綠島的往昔風華從大地滋掌 更從大海而生 一招傳大部分都12個人一組 傳到定點的話他們就開始撒魚兒 定向魚撒下去 這叫尖竿釣 是一種永續漁法 日據時期從日本傳入綠島 每個人前面都有一個水龍頭 就把那個水龍頭打開到水 就往海裡面噴 噴把那個水打走 魚勾是沒有倒勾的嘛 釣到的話直接往後面一甩的話 就直接魚就釣到船上去 數十年前 綠島漁民都曾在大海上 用尖竿釣與尖魚搏鬥 但如今的綠島 只剩下最後一艘漁船 苦稱傳承這項古法記憶 為了不讓尖竿釣從記憶中消失 一群熱愛綠島的人 要從味蕾喚醒人們 對生態 對永續漁法的重視 我們等一下去先去頭 做采魚的話就要先去頭 肚子的話先去掉 教遊客殺鮮魚 烤鮮魚 彷彿回到數十年前的綠島 家家戶戶晚餐前的爐灶 都是這個模樣 為什麼我們會去推鮮魚 因為這些魚種 事實上它是回遊性的魚類 它可以造成一個 永續循環的那種概念 那三文蕭魚類不一樣 它就住在島附近 打掉一隻就是少一隻 抓掉一隻就是少一隻 品嘗美味的烤鮮魚 這是一場從食到文化的體驗之旅 當你生活改變 你的文化勢必會做改變 可是你要去保存過去的 這些文化的內涵跟基礎的內容 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把它做適當的觀光的轉換跟使用 沒有做它有野之那樣 做了你才有希望 從一顆小小的花生 我們認識了綠島的農事智慧 從烘烤品嘗美味的鮮魚 我們也探尋到了 綠島在地的永續漁法 但綠島有的不止於此 從白天到黑夜 為了守護這座島嶼 還有一群人在努力著 25歲的于萱成 兩年前來到綠島後 對這裡的生態深深著迷 一位來自桃園的大男孩 在綠島生了根 這個叫青銅金龜 這是綠島的特有牙種 這個叫做短掌陸基巨蟹 要生小孩的時候 生殖的時候 牠們就會從陸地回到大海 回到大海 這段過程就很容易被陸殺 好多白天看不見的生物 讓綠島越夜越美 但黑夜裡的光像是扼殺 就是很多昆蟲 牠們會被陸燈所吸引 牠們就會掉在陸地上面 那綠島的遊客都是 騎摩車都是很快 都衝來衝去的 可能其實不會注意到這些 很容易就把它黏過去 就是像路燈底下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亮帶 對不對 然後路燈和路燈之間 就是這邊中間 你看到它就是很暗 會分亮帶然後暗帶這樣 就是我們會去記錄 真的是不是亮帶的陸殺 會比較多 就是真的會有光那個 路燈的影響這樣 然後也記錄暗帶被陸殺的數量這樣 余萱成在綠島 進行陸殺調查 更推動暗空保育 期待低光害能保護 暗夜中的生命 我們不是說暗空 是要整個把燈都關掉 我們是想讓光 就是要怎麼有效率的去使用這樣 然後我們會就是覺得越暗 就是可以讓遊客越慢 就是讓遊客可以注意到其實 有很多生態在那個小生物在陸地上行走 他們慢下來就可以比較注意到它這樣 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認識我們綠島的生態環境 把這個化成進階的保育的一個動作 把遊客的觀念透過旅遊的一個形態 能夠往下去延續 西洋人潮帶來的不該只有傷害 守護綠島的歲月真容 守護這裡24小時的美